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來到這個行程呢,走到長沙 來到長沙住宿的第一個晚上 我跑到金蘋果後面的草陽一村 那這邊有一間不錯的現場的小吃店 這些小店的店名叫做給兩個特色菜 那在這邊吃飯的感覺好像自己到清油家吃飯的感覺 以下影片就讓各位看一下 你們自己看,像不像 好厲害,一個李雲啊 我是在台灣長大的 哦,那差不多 台灣可以,像台腳一樣的,但是沒這麼辣 來到長沙住宿的這頓晚餐 你是在台北還是台南啊? 台南 我們一間公司的老總就是台北的 台北的 我在拍片 黃欣,黃欣不行接那裡啊? 那五一廣場那裡 你不要在那裡去吃 貴又不好吃 欸 我們本日,我對不起,我都不去 我們都不去 他們不是說金蘋果是老長沙人在走 在買的嗎?在逛的嗎? 對吧 已經沒落了齁? 買這個福房 好像不行了齁? 不是,現在人少了 不是說不行了 因為是我們台上周邊 嗯 郊區,農村在這裡嘛 哦,農村的人啊 你說我們買 到那裡去買什麼 我都不去 你們現在網路上買了吧 對 現在網路上買了吧 現在網路上買了 我覺得網路上還是差 好的 走到小區裡面,找到吃的 這個是 大蒜炒辣椒 我家的炒辣肉 嗯,好吃 搞了一條兩筋 這炒魚兩筋 慢慢吃可能要吃 將近一個小時來吃的 蔥煎蛋 在台南 常吃的東西 台南這邊的炒豆乾 味道怎麼樣 豆乾吃起來炸實 有點 燒焦的豆味 還不錯 好 阿滿以前用這個 到底是帥台中啊 啊,大帥 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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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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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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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兒 這什麼芥菜 油菜花 油菜花 還不錯 它好像有勾芡 有些油菜 辣肉剛上了之後 有點辣 現在溫度降下之後 就不會那麼辣 炒飯沙跟湘西香切的平香 他們的熏辣肉都很有名 可以跑來這邊吃吃看他們的辣肉當中 在台灣很多很多老兵 1949年怪的老兵二代 現在又有賣辣肉 剛剛有一個大哥說 建議說來這邊吃東西他們自己都不會到復興街 我覺得復興街還是要過去走走看看 剛剛是不一樣 真正要吃他們當地的味道 應該是到這種小學的餐廳 好啦 大致上是這樣 那各位看一下 看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按個讚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繼續拍片 我們後會有期 好看 可以 稍後